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东旺的朋友 今天我们谈谈关于香港的租金 租金猛升,租客身家大缩水 很多人肯批本港的楼价升幅离谱 贵到一般市民承受不了 不者做了一年的统计 以2012年初美国政府表示要加息做起计算 近7年原来租金升幅已达到55% 严重水浸侵蚀了本港打工仔的身家 不少人有一个想法 楼价太贵 买得起楼都不去买 租楼一样能够解决居住问题 自由自在、救灵活 住完东区、住西区 2012年开始 美国加息声音越来越大 嚇到很多准治业者 臨陣退缩 怕了加息 令公楼负担越来越重 怕会贵息 租楼就算了 大不了搬去东、搬去西 便宜租就暂时居住住 事实上不是这样 过去7年本港的租金升多跌少 数年以中原地产二手楼管租约的租金计算 升幅是55% 高于一般打工仔 每年薪金升幅3至4% 支出幅度大过收入 即时租客身家变上大缩水 太多人有一种错觉 买房有加息的问题 一旦加息 业主可能受不了 仍然租楼弹性大些 抵受不住 贵租就搬走 但搬屋也是成本 又要定身租药、支付定金 上屋搬下屋 不见一螺谷是事实 很不法算 这7年美国加息空谈 2015年底才正式加息 至今年9月底 共加息8次 香港首7次都没有跟 第8次首度跟只加一半 这段日子美国加息2厘 香港只加了0.125厘 7年间本港楼价竞升了95% 业主享受7年超低利息之利 相等于30年按揭 供款的四分之一 财富增值得益十分可观 一生受用 反观租楼要挨贵租外 除了面对55%的租金加幅 何止一无所有 还要身家大缩水 计一计数 做业主远远好过做业主 做业主远远好过做业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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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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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